男生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特别配不上他 有一点吧 你自己是怎样 你就是怎样嘛 何必去打中脸充胖子吗 我最讨厌见到的就是像你们这样的情侣 太脆弱 骗人的 打中脸充胖子 被骗的 装傻充愣 他骗不骗你你不知道 我们说欺骗者之所以能够欺骗成功 就是因为被骗者在谎言中沉醉 你又不是不清楚 很多事你也清楚 其实你也骗了他 你没有直白地说出自己的质疑 怀疑和不安全 他脑海里面想的是什么 他脸上露出的表情代表着他背后的是恐惧 慌张 还是在外面遭受了一些什么 你不清楚啊 如果说你跟他在一起好歹生活了这么久 你是一个爱他的人 你难道不能了解他的内心世界吗 你不知道他在外面干一些什么吗 不知道你不会问吗 不会问你不会后面去看吗 去观察吗 自己自欺欺人 同时又把赌注放在这样的一个男人身上 结果就造成了你今天这样的结局 你今天应该很清楚 你是被他用钱砸来的 你们之间有真感情吗 你是被他用一个一个的谎言 把你给砸回来的 而至于男人 如果这次他再没有戳穿你的话 你准备瞒到什么时候呢 这种女人带出去有面子是吧 一点面子都没有 你在外面可怕坏低也好 干什么也好 这所有的一切你之所以不敢告诉他 是因为一旦告诉他 你会知道他会对你大发雷霆 而并没有所谓的关切 所以说在这个舞台上 看见这样的情侣 我是最不想看见的 太脆弱 压根就没有什么所谓的情感 我以前说过一个例子 有人问说什么是生活 大师说生活就是呼吸 呼是承担 吸是所指 如果只吸不呼 像你这样就会撑死 如果只呼不吸 最后就会被累死 就像他这样 一家人在一起 爱人在一起 是同呼吸 共命运 而不是一个吸 一个只会呼 就这样